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教大家的是全剑封锁2最新的无线经验值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标等级已经升至94级了,对吧 那么呢,升级还是非常快的 那么呢,UP主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两分钟就可以升一级 一次就可以获得745,490的经验值 好的,首先呢,你可以把群运的难度调到最低 也就是一帮,然后把阵令全部关掉 接下来就可以把很多据点都打成绿旗 因为有绿旗才能不断的刷靶场出来 当你绿旗打得差不多了之后呢 就可以开英雄难度全阵令 这样的话就有125%的经验值加成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随便一个靶场了 就比如说马丁路德这个靶场 当我们到了靶场之后呢,就和教练交代 接下来呢,先打第一回合,不打第二回合 也就是让第二回合失败 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85,880的经验值 好的,接下来我们又开始重新尝试了 那么呢,这次呢,我们打到第二回合 也就是让第三回合失败 第三回合失败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获得329,805的经验值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次尝试 这次呢,我们就把一到四回合全部打完 也就是打通光 通了之后呢,你还能获得329,805的经验值 总共呢,你就获得745,490的经验值 好的,接下来呢,就可以传送去下一个靶场了 也就是几个靶场呢,来回传送不断的刷 真的是两分钟一举 所以说我从现在就开始计时 而且每次你不仅可以获得经验值 你还可以获得装备 还会掉奇特武器哦 而且你还可以注意到到这个倒计时的时间呢 很长,大概有19秒的时间 人越多的话,倒计时的时间越短 也就是你四个人组队的话 那个时间啊,特别短 最好的话还是三个人组队 这样的话,效率比较高 但假如你的地图呢,只剩下一个靶场 那该怎么办呢 那你只能打第一局 然后让第二局失败 获得85,880的经验值 然后从事了之后呢 打到第二局,让第三局失败 获得329,805的经验值 这样的话,总共获得415,685的经验值 那么呢,接下来整个队伍呢 传送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就比如说安全物,白宫,聚落之类的 如果你传送太近的话,可能会失败 那你传送过去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再传送回来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靶场 又从这里一遍 又可以这样刷了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放的是 这段完整的实况 就结束本期的视频 我有延迟吗?不打是吧? 停,啊对,停 哇,你都35级了,挺快的吧 来,32级,我今天就到手 我出无情了,我出无情了 我感谢,感谢,感谢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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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待会截图发群里 不截图的等,维护我才发群里在 来打,打完他打完他 我人大了,不应该是我的吗? 什么鬼 什么鬼,还真出无情了 又生一级了,又生一级了 我看一下 哀,响也有很多 啊,你 我拿到无情,你拿到响卫蛇,你有吗? 扔地上了,我都 你是已经有响卫蛇了吗? 哦,没有,再给我扔回来 我是让你看一眼,我掉了 好吧,531点 531K 快卡快卡,太熟 等等等等,响尾蛇会随机标记一名敌人 然后呢,会击中该敌人会消耗标记 并保证20%的伤害和暴击加成 来,我分享给你 按什么键分享来着 分享 好的 给你了,想位置 或者直接选中这个装备往右边 然后我这个 两发子弹机动相动的目标会获得一次底下效果 累积7次设计离人时会引起范围7公尺的爆炸 900%的武器伤害 这个无情 133K的无情 牛逼 来,我们去下一个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赞加个订阅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